得知自己是恶毒女配时 我正骑在未来大反派的腰上 命令她学狗叫 按理说这时候我应该逃跑 但转念一想 我搂着她的脖子 狠狠亲了上去 神言 校草 男仆 狐狸 白漆黑 这buff叠得不睡 她都对不起我恶毒女配的身份 后来 男仆变成了真少爷 人人惧怕的大反派 却唯独把我捧在手心 你 大声点 是不是姐姐的乖狗狗 我骑在僵慈的公狗腰上 手握皮带 恶狠狠地逼问她 有力的身躯稳如泰山 只是背上的冷汗 暴露了她此刻的痛楚 大小姐 已经很晚了 你明天还要早起上课 好听的声音有些沙哑 语气温柔却带着一丝冰冷 我不罢休 把皮带抽成圈套在她的脖子上 不回答 我就不睡觉 江慈嘴角扬起 笑却不达眼底 不然你就学狗叫 等小姐开心了就能睡得着 我伸手俯上她后脊凹线的线条 顺势而下滑向后腰 指尖在她的腰窝里转圈圈 江慈身体紧绷 嘴巴欲张又合 似乎用尽了一声的尊严 从嘴角起出声音 哇 不带她叫第二声 我突然心口一紧 头疼剧烈 眼前像放电影似的 循环这些画面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世界是一本小说 我是故事里的恶毒女配 而身下的江慈 则是日后人人畏惧的大反派 二 我这是起了个活跌啊 我一股脑从江慈身上滚了下来 少年白皙的皮肤 被我骑得满是红狠 正当她咬牙要叫第二下的时候 我眼急手快地迅速凑近 亲了上去 至于为什么不是用手捂住 谁能拒绝高领之花的笑草同桌 泪眼汪汪的扮小狗啊 我承认自己家带私货 但此刻我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世界迟早是男女主的 就连反派江慈 也会为了女主不择手段 我充其量就是个炮灰 那么努力作恶推动剧情干什么 不如及时行乐 男主是女主的 男二是大家的 反派就先有我这个 恶毒女配尝尝咯 想法很不错 但宿主您的任务不是这个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机械的声音 您的任务是攻略男主 避免必死结局 只要抱上男主大腿 您就可以逆风翻盘 我没兴趣 男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宿主 如果您继续跟反派纠缠下去 就离死不远了 目前 反派黑化值不到50% 现在逃还来得及 我看了看眼前 比我还要慌乱的僵词 从耳间红到了脖子 突然砰了一下 乌黑的短发上 竖起来两只蓬松柔软的胡耳 又白又粉 妈耶 哈吉米 宿主 不可以 滚一边去 我用意识流踹了童子搁一脚 随后 恶虎扑石抱住了姜慈的脖子 这是什么好东西 摸一下 有点好摸 再来一下 姜慈僵直的身体 任由我胡作非为 我完全沉浸在撸狐狸的快乐中 却丝毫没发现 一条蓬松的狐尾 从身后绕了过来 紧紧缠上我的脚踝 三 第二天一早 姜慈跟往常一样 推着餐车来叫我起床 我伸了伸懒腰 动了动有些酸软的身体 昨晚也没做什么剧烈运动 但我的脚踝疼得厉害 大小姐 该起床吃早饭了 她微笑着单膝跪地 小心翼翼地为我穿鞋 我打着哈欠揉了揉睡眼 却没发现 姜慈的目光一直流连 在我泛红的脚踝上 姜慈 我腿疼 你抱我过去 姜慈 我手疼 你为我吃饭 姜慈 她好脾气地韧 由我使唤 我却好奇 这个大反派的黑化程度 到了哪里 检测到反派黑化值 降低10% 童子哥很有眼力见地出现 我摸着下巴揣摩 有没有可能 姜慈是个M 越使唤她越高兴 那倒也不必 咱们要不关注 一下卑微男主歌 我压根没听清楚 系统在说什么 抓着姜慈 摁倒在沙发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非常之熟练 姜慈 我要摸尾巴 她僵慈着身子 任由我折腾 大小姐 要迟到了 未来大反派此时 还无比纯情 调戏两下 耳朵就通红 我不管 不给摸就不去上学 姜慈没办法 红着脸把尾巴凑了过来 检测到反派黑化值 降低10% 我摸尾巴的手 平了下来 这不比攻略男主 有意思 姜慈忙完本职工作 换好了校服 跟我一起上学 原本姜慈要坐在副驾 但这次我不让 非要她坐我旁边 姜慈端端正正地坐着 白色的校服衬衫 晕烫得一丝不苟 我挪动身子 凑在她耳边 压低声音道 姜慈 尾巴 她微微醋眉 目光促暇地 看向前面的司机 大小姐 王叔还在 不太好 我不管 她的目光一向后视镜 小心翼翼地露出尾巴 姜慈拿过书包折挡 却被我一把抓住 我眼几手快 把隔断升起 抱着她的尾巴 狠狠地揉了揉 大小姐 嗚 一阵响动 前面传来 司机王叔的声音 咔咔 大小姐 快到学校了 可别再欺负小姜了 在距离学校大门 不远的拐角处 车门缓缓打开 姜慈红着脸走下车 整洁的衬衣上 有唏嘴褶皱 班上见了 同桌 我冲她挥了挥手 眼瞅着少年齐长的身影 越来越远 姜慈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 就像换了个人 再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小狗 在学校的姜慈 被众星捧月 姜慈所到之处 都有女生家道欢迎 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乱入的男生 他倒是淡定 拎着书包面无表情地朝前走 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直到走进教室 看到我冲他挥手 姜慈的脸上才泛起一丝波澜 他错过目光 迅速坐回座位 全程动作流畅 不允许自己 跟我有丝毫眼神碰撞 上课领响了两声 老班站在讲台上 开始滔滔不绝 身旁的姜慈听得认真 我无聊地盯着他握着笔的手 修长白皙 骨节分明 我小心思一起 凑了过去 姜慈 尾巴 握笔的手猛然一抖 桑管 你 你别闹 在学校里 他不用称呼我大小姐 这是我巴黎的规矩 学校就好像他的保护伞 但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欺负他 就摸一下 不然晚上还欺负你 姜慈不为所动 不理你了 回头就把你送去别人家 还没等到姜慈妥协 我就被老师点名了 桑管同学来回答一下这道题 什么题 我一脸蒙地站起来 转头向姜慈求救 他倒好 满脸写着与我无关 冷漠地让人心寒 我正酝酿着晚上 怎么惩罚他 讲台上的老班气得直敲黑板 冲姜慈同学 几没弄眼干嘛呢 给你安排了 年级第一你也学不好 下课把桌椅搬到讲台边来 我盯着你学习 救命 我不想满脸 都是老班的唾沫心脏 课桌底下 我狠狠掐了姜慈一把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女生 三管 你自己笨 关姜慈什么事 别总是欺负他 说话的是班长 他想跟姜慈坐同桌 不是一天两天了 等你搬走了 我就能挪到前面去 姜慈再也不用受你影响了 好学生本来就要 跟好学生坐同桌的 这番言论要放以前 我恶毒女配高低 要跟他大吵一架 但现在 对对对 你跟姜慈天生一对 过来坐呀 我也没拦着不是 班长先是一愣 一拳打在棉花上 连反驳的话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下课铃刚响起 姜慈就起身离开了教室 这是一分钟都不想跟你多待呀 班长又在说风凉话 我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有没有可能 我们一天24小时都能见面 班长惊掉了下巴 姜慈出去溜了一圈回来 老班就撤回了 让我搬去讲台边的决定 班长的梦想破灭了 他咬牙切齿了好一会儿 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姜慈 不会是你去跟老班求情了吧 嗯姜慈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你不会喜欢三管吧 班里所有女生的目光都朝我聚焦过来 姜慈垂下眼眸 静静地掏出笔记本放在我桌上 三管 这是我们签的一对一学习帮扶博议 你考不好的话 我也会受罚 众人恍然大悟 校草还是原来那个校草 他喜欢的自始至终就只有学习 上课铃响起 目光也逐渐散去 看似淡定从容的姜慈 只有我能看得到 他白吸到耳间有些异样 狐狸撒谎时有耳间泛红的特征 四 教室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顾一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走了进来 滴滴 检测到男主上线 宿主 你的好日子要来咯 眼前染了一头黄毛 嘴里咬着棒棒糖 从小跟我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是男主 童子 你没事吧 顾家的大公子 金圈少爷顾一横 怎么看都跟男主不沾边 男主开局一般不都是很落魄吗 宿主你有所不知 男主他是假 咔咔 不能剧透 反正你攻略他就是最好的选择 要不你先测测他对我的好感度 童子机里咕噜了好一会儿 语气弱弱的回复 好感度百分之一百 什么情况 这还用攻略吗 明白了 男主从小就活在你的阴影下 性格都被调教扭曲了 不愧是男主 太惨了 这也较惨 那僵词的遭遇算什么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保险起见 宿主 你还是做好攻略的准备 快看 男主坐下了 我想想 系统坚决要帮我攻略故意横 一块橡皮 就这样突然滚落到我脚下 宿主 快 校园剧本里都这么写的 帮坐在身后的校爸剪文具 再配上甜甜的笑容 系统话还没说完 我扒进一脚 把橡皮踹开老远 桑管 身后传来顾一横愤愤的声音 我转头瞪了他一眼 劈 劈得好啊 顾一横灰溜溜的蹲下 自己剪橡皮去了 捅啊 你拿的剧本是男女主的 我们恶毒女配讲究的 就是以恶制恶 系统不信 又接二连三 给我安排了好几场邂逅 体育课 莫名其妙和顾一横 一起被锁进了器材室 结果他老老实实地蹲下身子 我踩着他的背从窗户爬出来 婉婉 记得给我开门哦 婉婉 你人呢 我早溜了 下晚自习 我被几个混混堵在小街里 顾一横好巧不巧地路过 撸起袖子就要干架 结果被打到哭 最后还对我亲自出马 三打不是白练的 小混混被我吓得抱头鼠窜 顾一横像小时候那样 死死抱住我的胳膊 婉婉 还好有你在 呜呜呜 就在这时 一辆黑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 麻袋从天而降 我眼前一黑 就被绑匪带走了 我们被锁在一处地下室里 虽然被蒙着眼睛 但我能闻到屋里的眉嗅味 婉婉 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们 吱呀一声 房间的门被打开 一道沉稳的脚步声 缓缓靠近 腰间传来热度 我被人拦腰抱起 老大 这个小子怎么处置 抱着我的那人 似乎挥了挥手 明白 你们做什么 放开婉婉 有什么事冲我来 我被抱出地下室 周围的温度升高 随后我就被丢进了浴缸里 他是不是碰你这里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想要开口 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 我软绵绵地 躺在那人的怀里 听着他一边抱怨 一边用水为我清洗 婉婉不是最喜欢欺负我吗 怎么突然换人了 是火耳不好摸吗 还是主人不喜欢我了 这是什么违规发言 我顿时血脉纷张 身体里有某种力量 直往外涌 拦也拦不住 呜 这是什么好狗狗啊 给主人抄一下 我在水里扑通着 要大显伸手 下一秒整个人 又软软地跌进他怀里 将此 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指尖挑起 蒙在我眼上的黑布 那张绝版神眼逆着 光出现在我眼前 听说闭着眼睛 那种感觉会被无限放大 主人 要不要试一试 妈呀 谁家女配吃这么好啊 我忙不迭地点头 系统突然响起警报 宿主 再这样下去 我也阻止不了你的必死结局 五 我累得倒头就睡 江慈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来叫我吃饭 我翻了个身 把自己埋进被窝里 玩得太累了 我没力气吃饭 江慈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 大小姐 家里来客人了 我跟着她走下楼时 客厅里坐着一个 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出现了 真千金女主登场 系统一惊一炸的 我仔细一看 这不是班长苏小小吗 我揣摩着系统的话 女主是真千金 那我呢 不等我思考 我爸面色沉重地走了过来 晚晚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原来我是抱错的保姆的女儿 按照剧情走向 我应该大吵大闹 甚至对女主出手 想方设法赶走她 但转念一想 有钱有闲 还不用联姻应酬 这日子难道不香吗 我握紧女主的手 妹妹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下我可自由了 我收拾行李立马走人 却被真千金拦住了去路 三管 我不要跟顾家联姻 你要是走的话 我也走 苏小小把我拉到一边 凑近了说悄悄话 晚晚 你不知道 顾一恒那小子不是人 我大惊失色 虽然你俩是同桌 但是他也不能对你做这种事吧 苏小小见我没明白 又解释了起来 先把你脑子里的废料亲一亲 我是说顾一恒有尾巴 他也是个瘦人 每次见到你 他就会摇尾巴 我揣摩着这番话的意思 这个摇尾巴究竟是比喻呢 还是写实 正当我思考着下不打算时 老爸发话了 爸爸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顾家两公子 你们一人一个 顾伯伯什么时候又生了个儿子 我怎么不知道 六 晚上 我躺在大床上思考人生 江慈敲敲门走了进来 大小姐 我可能要离开了 我明白 江慈要去侍奉真千金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得知自己是假千金的时候 我都没难过 听到江慈说他要走了 我鼻尖却酸酸的 我转过身子 不想被他看到 身后的人却缓缓靠近 有一股轻烈的气息压了过来 临走之前 能不能再摸一下 蓬松的虎尾轻轻放在我的手心 我抱着他的尾巴 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江慈 你说故事里注定不能在一起的人 还有努力的必要吗 江慈伸手轻抚着我的头 那是他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里有自己的男女主 最后那句话我没听太真切 因为抱着狐狸尾巴太舒服 我没多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来送早餐的男仆已经换了人 我们已经打采地吃饭上学 教室里身旁江慈的位置空了 苏小小在我侧后方探出头 顾一横也逃学了 你说他俩不会在一起吧 他俩在一起能干吗 打架呀 苏小小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 据我所知 他俩应该都喜欢你 没猜错的话这会儿已经大打出手了 苏小小八卦的眼睛里放着光 这姐妹一点女主的自觉都没有 磕的什么邪门CP 没过一会儿 顾一横鼻青脸肿地回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江慈 你干嘛去了 我试探性地问江慈 清理门户 他说完还转头看了一眼 坐在我后桌的顾一横 坐了同一辆车回家 车上我俩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姐妹我问过了 顾一横果然是被江慈打了 怎么快跟我说说 我竖起八卦的小耳朵 就说江慈现在是他哥 他不听话就挨打 我没怎么明白 这俩人什么时候混到一起的 直到司机王博开车 把我们带到大饭店 我跟苏小小并排坐着 对面坐着的正是江慈和顾一横 气 原来江慈才是顾家的大少爷 当初抱孩子的时候 瞅着长了尾巴就抱了 谁曾想 顾伯伯垂胸顿足 这些年让小慈受苦了呀 我爸连忙笑着安慰 老哥 虽然小慈在我家作用人 但我特意把他安排给婉婉 怎么会受苦呢 你别自责了 我侧目瞅了一眼江慈 他白皙的脖子上 还有浅浅的红色勒痕 大小姐待我很好 一点也不辛苦 江慈笑着看向我 我心虚的眼瞅天花板吹口哨 试图化解尴尬 还叫什么大小姐呀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什么一家人 我爸急忙解释 原本婉婉跟一恒就有婚约 虽然俩孩子都是报错的 这更显出他俩的缘分啊 我跟你顾伯伯商量好了 索性把你们的婚事都定下来 他说着拉过我的手 跟顾一恒放在一起 你俩的婚事照旧 小小跟小慈 都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再般配不过了 俩老父亲一拍即合 对他们机智的决定 满意的不得了 我们四个当事人 面对面坐着 大眼瞪小眼 一阵尴尬 第二天上学 我们四个人更尴尬了 课上 老师让小组讨论 我跟江慈转过身 正对上苏小小跟顾一恒两个人 晚晚 你今晚有事吗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顾一恒贼嘻嘻的 把电影票塞进我手里 却被身旁的江慈 一把抢了过去 恐怖片 顾一恒你敢看吗 我敢不敢看关你什么事 仗着自己是真少爷 了不起喽 两人剑拔弩张 苏小小从兜里 抓出一把瓜子磕了起来 修罗场哦 好看爱看多眼 我真是服了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来讨论 一下这段景色 描写在全文 起到什么作用来 话音刚落 三个人齐刷刷的看向我 晚晚 你怎么突然热爱学习了 有时候 一个人当恶毒女配 还是挺无助的 我倒是不在意什么联姻 反正男主是女主的 兜兜转转 最后结果都一样 我躺平等待就行 但是免费的电影 不看白不看 我跟着故意横去看电影 被气掉线的童子哥 突然出现了 宿主 检测到反派非话值 上升到80% 宿主 童子话还没说完 江慈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他浑身的气场不太对劲 脚踝处突然酥酥麻麻的 那条久违的虎尾又缠了过来 晚晚 你真的要跟他在一起吗 江慈垂着眼眸 委屈巴巴的样子 让人心软 这事我说了可不算 毕竟小说有他自己的主线 跟谁在一起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 宿主 反派非话值又上涨了 别气他了 快顺毛 我扬起笑容 伸手轻轻抚了 江慈的虎尾 大庭广众的 你这样子不太好吧 江慈的脸色沉了下来 电影屏幕上的光忽明忽暗 印在江慈立体的脸庞上 多了几分阴郁可怖 是不是他消失了 你才会回头 谁 谁消失 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条尾巴便顺着脚踝往上滑去 我刚想反抗 双手却被反绑在身后 晚晚 忘记说了 我们白虎尾巴有九条 嘶哈 区区九条 这么刺激的吗 直到电影结束 我筋疲力尽的摊在椅子上 江慈跟顾一恒都不知所踪 我想起江慈刚说的话 童子哥 反派这是要对男主出手了吗 按照剧情走向 应该是没跑了 男主遭遇困境 女主挺身而出 这爱情不就来了吗 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按照系统给的定位 找到了他们俩 公园里 这个俩并排坐在场椅上 竟然喝起了啤酒 平时只跟我喝娃哈哈的顾一恒 满脸的失忆 哥 你说我怎么只有一条尾巴呢 我真没用 难怪晚晚看不上我 关我什么事 江慈轻咳一声 轻了轻嗓子 这也不能怪你 晚晚胃口大 我的酒尾也招架不住他 故意横身为男人的尊严 狠狠受挫 只能借酒交仇 一瓶接着一瓶地灌自己 死丫头吃这么好呢 身后突然传来苏小小的声音 你怎么在这儿 第六感告诉我 今天要从这儿路过 应该是来救男主的吧 不过眼下看来是没必要救了 江慈三言两语就击溃了对方 我很纳闷地问系统 男主怎么这么废呢 童子哥连连叹气 那还不是被你养废了 哦 是我恶毒女配不称职咯 爸 又过了大半年 我的必死结局还没到来 童子哥也开始摆烂了 从原本让我攻略男主 变成动不动就要 我给反派顺毛 原因就是只要反派不搞事 这个世界就是和平美好的 一时间 我似乎成了什么和平使者 我安详地躺在九条 虎尾铺好的大床上 舒舒服服地翻了个身 戳了戳坐在床边 批改作业的江慈 童桌哥这次作业满分 我是不是可以多抱一会儿 江慈看着我纯真无邪的笑脸 轻轻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房间门被敲响 我爸在门口大呼小叫 晚晚啊 一横来了 你快出来陪陪他 江慈的脸色瞬间又沉了下来 系统那边象征性地提醒我该顺毛了 我只好对着门外喊道 让他自己玩一会儿吧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说是给你带了限定款的骨子 一听这话 我疼得从床上盘起 朝门口冲了过去 脚踝处一紧 白色虎尾缠了上来 身后传来有些动人的压迫感 晚晚 门外是故意横的声音 我刚要开口 江慈猛地低身亲了上来 后背抵在门上 一门之隔是我那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和总不上道的男主未婚夫 我被江慈碾压得两腿直泛软 一条虎尾缠在我腰间 另外两条分别缠在我的脚踝上 门板被撞得框框直响 吓坏了门外的人 晚晚你没事吧 江慈咬着我的耳朵 乖 回复他 我哼哼唧唧地喊了声没事 江慈仍旧不罢休 让他离开 不然等下做的事会被他听到的 我被这只狐狸勾得一阵眩晕 后面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直到故意横喊着要撞门救我 江慈这才松开 我爸站在门口看着衣衫凌乱的我跟江慈 待住了 江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对不起 是我离不开大小姐 我真该死 这狐狸惯会演戏的 我爸也不知道说啥 他说着也是扑通一声 跟江慈并排跪了 我爸下的转身就走 连了还丢给我命令让我自己解决 现在的年轻人啊 玩得真话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大男人 夜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晚晚 虽然我没有酒尾 但是我也会努力满足你的 故意横说着 一对黑白相见的耳朵竖了起来 身后那条尾巴波浪鼓四地摇动着 我们狼族身强力壮 一亿敌酒 不会让你失望的 啊不是 哥哥你是狼人 那摇尾巴的不是狗狗吗 番外 大学毕业后 三顾两家决定给孩子们安排订婚 在江慈的一系列暗箱操作下 成功把婚约做了修改 苏小小扬言为了他磕的CP 硬着头皮跟顾一横定了婚 这天下午 我跟苏小小逛完街坐在咖啡厅里 开始区区我们各自的未婚夫 顾一横这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就不能为了我磕的CP委屈求全一下 我看他到现在都不死心 满心满眼都在你身上 苏小小搅着面前的黑咖啡 气不打一出来 不然你俩人都收了 也省得我天天陪着你们演戏 我揉着酸疼的腰 指了指自己浓重的黑眼圈 多不了一点 再多我就废了 苏小小若有所思 那我干脆死顿 最近不是很流行吗 闺蜜做肘里 一个不满意就双双死顿 我想到晚上又要去喂那只吃不饱的狐狸 干脆跟着一起撂挑子 你走我也走 当晚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等着苏小小的出逃计划 江慈推门进来的时候 手里捧着一个巨大的礼物盒 晚晚 这是我一直都想送给你的礼物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套女仆装 晚晚 我想看你穿 这衣服布料也太少了吧 我刚换上 就被江慈拉进了怀里 以前侍奉大小节的时候 我每晚都会幻想你 穿上女仆装是什么样子 好可爱啊 晚晚 她的虎尾缠了上来 夹带着猛烈的情绪 如炎炎夏日突然降落的甘霖 一滴一滴滋润着干涸的土地 我被江慈折腾得浑身无力 迷迷糊糊中 听到她用极度冰凉的声音 在接电话 苏小小 你再敢叫说晚晚 出逃就试试看 我是不会让她离开的 苏小小也不善罢甘休 江慈 真的爱一个人 不会用这种偏执的方法 你有问过晚晚的想法吗 江慈神色微正 低头看着躺在床上 昏昏欲睡的我 我会尊重晚晚的意见 她挂的电话 在我额前印上一记淡淡的吻 在苏小小的计划下 我们姐妹俩成功出逃 我们跑到国外 开始了创业计划 我们挺过一个个最艰难的时刻 吃盒饭熬通宵 虽然辛苦 但自由又快乐 两年的时间 我们带着最新的技术回归 准备打开国内市场 谁知甲方难缠 非要我亲自见面 我穿着干练的西装套裙 踩着小高跟 踏进包间那一刻 一条蓬松却力道十足的 虎尾缠上了我的脚踝 江慈 你怎么在这里 我正疑惑 她却不由分说地扑了上来 婉婉 我好想你 她高大的身躯 将我笼罩在怀里 额头埋在我的颈窝里蹭了蹭 有时候真的很想毁掉某些东西 这样你就能永远跟我在一起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江慈乖顺得太久 差点忘了她是个反派了 我仰头在她脸颊 啄了一口 听话 我这不回来了吗 婉婉 这可是你主动的 我忍了太久 铺天盖地的炙热汹涌而来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 是甲方代表的声音 我推开江慈 慌乱中把她藏到了桌子底下 包间餐桌上铺着餐布 除了我的位置 没人能看得到她 甲方走进来那一刻 我傻了眼 顾一恒 这小子什么时候出息了 晚晚 我好想你 顾一恒摇着尾巴就要冲过来 脚踝上的虎尾 愤愤地缠紧了几分 我急忙阻止顾一恒 顾总 今天是来谈合作的 咱们不如先把合同签了再说 顾一恒听话地坐下来 开始走签约流程 就在这时 桌子底下的狐狸开始不安分了 酥酥麻麻的感觉 顺着小腿往上滑 桑总 晚点有空吗 我只有两张电影票 啊 嗯 我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 赶忙晋升摇摇头 今天来谈的是公事 这些我们私底下在谈 桌子底下的力道又深入几分 我腿软得直打站 签字的笔 在光滑的白纸上妈撒滑动 一套动作行于流水 直到最后笔尖没入笔帽 故意横签完字 把合同递到我面前 眉头微醋 晚晚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哪里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没事 签完合同就走吧 明天电影院见 顾一横原本不乐意 我这么快赶他走 但听到我答应看电影 他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房间的门缸被关上 我一脚踩在了江慈的身上 最近太温柔 某些人怕是忘了 我恶毒女配原本的样子 我扯着领带 把江慈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 晚晚 江慈那张好看的脸上 露出兴奋的神色 我冷哼 叫主人 敢欺负我 看我不通通还回来 九条虎尾像是被束缚了太久 冲破层层屏障 直达云霄 我拿出包里 给江慈准备已久的礼物 一套精心定做的男仆装 听话 乖乖换上 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 桑总 请问菜还要不要上 当然要了 我说着把江慈 重新摁回到桌子底下 服务员端着盘子 陆陆续续的走进来上菜 临走前 还疑惑的看了一眼 我手里的黑色领带 看样子 十分好奇 桌子底下的那一头 连着的究竟是什么 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 我害怕一会儿没力气 急忙狂炫了几口 一双胡耳叹了出来 江慈穿着板正的男仆装 尽瘦的腰上系着围裙 腰后绑着白色的蝴蝶结 他慢条思理的 为我盛饭夹菜 业务熟练的梦回 他在我家到男仆的时候 江慈把我爱吃的 通通摆在盘子里 还要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 大小节可别吃太多 有点肚子 睡前还要喝牛奶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突然警觉 好啊 江慈 看我晚上怎么教训你 饭也不吃了 我拉着他冲出饭店直奔家里 江慈穿着男仆装 压根不在一旁人的眼光 任由我带着他向前跑 回到家关上门 我一把把他推倒在大床上 骑上那熟悉的公狗腰 我低身在江慈的肩膀上咬了一口 某人没忍住 不小心露出虎尾 被我抓得正着 我揪着他的尾巴在手里蹂躏 江慈白皙的脸红到耳根 江慈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 不用我教你吧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某个恶毒女配 就是这样欺负未来大反派的 原以为会迎来必死结局 谁知道我们的大反派他好爱 我永远是姐姐的乖狗 江慈撑着床板 凑近在我耳边 好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全文完